大家看到新北市新店 這處豪宅傳出了暴力衝突 有一名婦人 他出門買菜的時候 剛好遇到有人在散步 當下有好意提醒對方 把狗牽好 沒想到就是因為這句話 把對方給惹怒了 竟然是動手推了被害人 接著還抬腳猛踹 家屬得知消息 氣得是報警提告傷害罪 中午用餐時段 一名婦人提著袋子 走在路上散步 這時一名路人 牽著哈士奇快步走了過來 過程中狗狗突然靠近對方 沒想到就是這個動作 讓衝突一觸即發 只見六狗女子用力推了 對方一把 害婦人當場跌坐在地 甚至還舉起腳 瘋狂猛踹對方行徑 相當囂張 第一時間熱心民眾目睹全城 就怕婦人倒地 造成嚴重傷事 嚇得趕緊報案 警銷人員貨包到場 立刻協助送醫 牽狗踹老婦人發生在9月27號上午11點多 新北市新店安翔路 一名周姓女子出門散步要去買菜 恰巧就在路上遇到牽狗外出的32歲 十姓女子 因為狗狗靠近婦人 嚇得對方腿後一步 並且要求把狗牽好 但這個反應卻讓市主突然情緒失控 出手攻擊 隨即徒步逃逸 事實從現場 但是雙方就是在這個位置大打出手 不過附近民眾就透露 其實有許多人都會牽著愛犬在這裡散步 因此也造成不少人的恐慌 婦人莫名其妙被鄰居給攻擊 家屬第一時間起的報案 提告傷害罪 並到醫院驗傷 今年七十一歲的周姓女子 無故受到毆打 造成左肩膀和胸口 都有局部查錯傷 第一時間警方巡線 調約電眼鎖定 嫌犯下落 隨即通知對方導案說明 這是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恨 需要動手商人 還有帶當事人出面 好好說清楚 機種追訓零四大行為報道